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喵妹电影 今天喵妹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年度神剧 黑镜闭嘴跳舞 影片开始,大雄是一个餐厅的服务员 在结束了一天的辛苦工作后 大雄回到了家中 发现自己的电脑被老妹搞得中了病毒 大雄只好下载了杀毒软件杀毒 殊不知这次杀毒使自己陷入了巨大的阴谋 第二天下班后,大雄回到了家中 看着电视上的火热女郎 他回到寝室,打开神秘网站,发现了一把 刚完事,电脑上就收到了一份邮件 打开一看,发现刚刚自己被偷拍了 大雄这下惊呆了,赶紧将摄像头分得死死的 这时又来了新邮件,威胁大雄留下手机号 并且打开手机的订阅服务 否则就曝光他的视频 没辙,大雄只好乖乖照办 心惊胆战地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次日上班的时候,大雄收到了黑客的短讯 命令他45分钟之内到达指定地点 否则曝光视频 大雄一路分驰电撤 总算及时到达了目的地 一个黑小哥递给他的一个盒子 顺便给大雄拍了一张照片 还说自己也是被逼的 这时又来了短信 黑客让大雄把盒子送到酒店的某个房间 结果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大叔 大雄顺便也给大叔拍了张照片 这时黑客又让他把两个盒子送到另一个地方去 从路上两人闲聊得知,原来大叔因为一时没忍住在网上召记 所以被黑客抓住了把柄 如果视频曝光,那么自己将会失去幸福的家庭 到了地点后,黑客又来短信了 让他们用藏在蛋糕里的手枪抢劫银行 大雄拗不过大叔,只好战战兢兢地来到银行 掏出手枪,而自己也被吓得尿了裤子 抢到钱后,两人赶紧逃命 到达了指定地点后,大叔收到短信,让他把车开走销毁 而大雄则把钱送到旁边的小树林里 这次碰面的是另一个男子 男子申请一架无人机,还说黑客让咱俩干一架 往死里干,赢得拿走钱,否则就曝光视频 还问大雄为啥被威胁 大雄说只是看了几张未成年的照片 紧接着男子就扑向了大雄 而这边大叔也回到了家中 但此时手机收到了一个表情包 而妻子正愤愤地坐在卧室 原来黑客还是将大叔召记的事给曝光了 而另一边,大雄步履蹒跚地往家走 这时老妈打来了电话 黑客同样将大雄的视频曝光给了警察 原来大雄是一个恋童癖 之后大雄同样收到了短信 此时身后亮起了警灯 迎面走来了几名警察 喵妹认为,片中的人物并非什么大恶之人 只是有点小癖好或者犯了小错误,并没有对他人造成伤害 而黑客却自以为是的去惩治别人 那他们的罪行又有谁来惩治呢 好了,今天妹妹就说到这里了 关注头像或微信搜索喵妹收电影 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电影资讯 爱你哟,摸摸哒 这下一个小时摆成伤害 明天后天启栏 美国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 明天后天启栏 优独播剧场